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姑娘 你谁呀 干吗拦着我 你为什么要作茧自己 你为什么要忍受这些 难道是因为钱吗 我 我以为你是个好女人 想不到 你也这么不要脸 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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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酒 姑娘 你要的酒啊 姑娘 这酒壶怎么在你这儿 刚才那位姑娘 拿这个酒壶来打酒 可是没有钱 正好这个顽固子弟路过 说让他唱一曲 就给他一壶酒 这姑娘也真是可怜 被调戏了 还继续唱 这酒对这姑娘 真的是很重要啊 你不想看我 我知道你不想看到我 可是我只想跟你说三句话 第一 我跟着你 是想报恩 第二 我不想看你吃不好睡不好 那第三个 不管你相不相信 我不是你说的那种 不要脸的女人 我知道你是天下最好的女人 但是我怕我给不了你幸福 我不想要什么幸福 我只想要跟你在一起 好 你在干什么 你看 笑你不像 你在畫我 我自幼跟我爹學畫畫 已經很多年沒畫了 都有一些荒廢了 這附近風景 我都不感興趣 所以 只能畫我喜歡的了 畫得有些倉促 你舞姊舞得那麼快 我哪能看得清楚啊 來 那好 我再慢慢耍給你看 alsa 呼吸 嘩 痙 痙 是 我们又见面了 手下败将 还敢在哪儿 识别三日当刮目相看 三日 只怕三年都不够 追 为什么他们这么熟悉我的武功 而且每一招都想了破解之法 在那儿呢 今天就是你的死期了 无路可走 你以为你们可以杀了我吗 简直可笑 高手的武功不在于剑招 而在于快乐 你 我不知道为什么 你们熟悉我的剑招 但光熟悉还不够 还要生气 你 不过现在你们没有机会后悔了 到阎王那里去学吧 你 你 再敢动手我就杀了他 把你放下 放下 你 想不到堂堂第一武林高手 竟然会为了一个女人妥协 多大的魅力啊 是你 对不对 你说的没错 我不是一个好女人 为什么这么对我 他们打不过你 所以要你的武功 我杀了你 你们再来 我 你 你 我 你要 你要 我 我 你 你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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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小香 小香 过来陪我喝酒 喂 独孤求败 来人 快 独孤求败 原来你还没死啊 给我上 教士继绣 其实你没有必要这样 这是我最后的选择 能不能求你一件事 说 不要看着我死 给我最后一点尊严 好 故事已经说完了 怎么总感觉另外一半没说一样 雕兄啊 你是想告诉我女人都不可行 让我别相信女人是吗 那我告诉你啊 我姑姑跟其他的女人不一样 她是全天底下最好的女人 最好的女人 等我见到我姑姑以后 我带她一起来见你 到时候你自然就会明白 雕兄啊 我跟你说过了 我跟我姑姑的关系 跟他们不一样 不一样啊 你不讲道理我也不讲道理 我就不相信今天出不去这里 别打了雕兄 我认输了 我认输还不行吗 我不走了 对不起啊姑姑 都是过而无能 没有办法马上来找你 但是你一定要相信我 等我学生之后呢 我一定去找你 雕兄啊 别生气了 我跟你闹着玩的 我跟你闹着玩的 我们还是继续练剑吧 来 雕兄 又是蛇胆 雕兄 你每天这样帮我弄蛇胆 实在太辛苦了 不如你也来一科 好 那我不客气了 这些蛇的蛇身 被利爪锁上 看来应该是雕兄所做的 可是这些蛇的样子 也太奇怪了吧 雕兄啊雕兄 你一定是吃多了 这些怪蛇的蛇胆 所以呢 力气才变得这么大 看来我也得多吃一点 这样才配得上 我手中的这把玄铁重剑 那些蛇的蛇 雕兄啊 燕胆 你还想在这里 你还想在这里 我得就算是 我认识 你也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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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吧 我认识 你也不认识 你也不认识 我认识 你也要认识 来 刁兄啊 你带我来这里跟 刁兄啊 你要让我在这上面练剑吗 原来独孤求败 在昔日每遇大力 便到这山虹之中练剑 好 没想到在瀑布中练了半日 剑力竟会如此大劲 想是那怪蛇的蛇带 有强筋剑骨的奇笑 已至在不知不觉之间 早已内力大增 此时于危急之际生发出来 才这般厉害 刁兄 刁兄 你真不愧是我的梁鹏易友 一直在逼我练功 从来都没有松懈过 刁兄 今天我在瀑布中领悟到不少顺刺 逆击横削 道批的剑力 以此方法练剑 简直就是无坚不摧 其实剑用到这个程度上 有没有剑锋已经不再重要了 若不是这把 比寻常剑中出数十倍的玄铁中间 这么剑法 根本就施展不出来 寻常宝剑 只要我手腕轻轻一抖 尽力未发 剑刃便会断掉 刁兄 再过数日 恐怕你就不是我的对手了 重剑的剑法已静于此 不必再领 便剑魔复生 所能传授的剑术 也不过如此而已 将来内力日涨 使木剑如使重剑 那剑法就成了 若非独孤前辈留下这柄重剑 又若非大雕在旁引导 还给我服下了舌胆 而内力大增的话 那么这套剑术 事件已不可再剑 独孤前辈全无凭借 居然能自行悟到 这剑中的神妙境界 聪明才智 实在是甚我百倍 想必姑姑见到我此刻的武功 不知道有多欢喜了 不知道她此时身在何处 是否也望着明月 在挂念我 看那个小剑人 沿路跟着我们 他还不出手 又在想什么一谋诡计 来折磨我们 你胡说 龙姑娘不是那样的人 你混蛋 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帮着他们说话 你跟他同门十几年啊 你跟他知己啊你 行 你去求他 让他放过我们两个 这可能吗 过我明白了 一定是这么回事 什么 他要跟着我们一起回崇阳宫 然后当着全天下英豪的面 和长教师伯的面 戳穿你的丑事 令我全真叫蒙羞 他好毒辣的诡计啊他 就怪你 一人做事一人当 我真知病 绝不会令师门蒙羞的 你怎么不令师门蒙羞啊 赵师兄 你先回中南山吧 小龙女要杀的人 是我 我现在就过去向他请罪 求他杀了我 这样 他便不会加害于你 你死了 小龙女肯定不会放过我的 哎呀 你回来 你干什么 你要这儿出了事 我怎么跟长教师伯交代啊 不是师兄说你 你以前笨 现在迷上了这个小妖女之后 更笨 师兄想好了 出了事情 两个人一起扛 好不好 我绝对不会让你一个人蒙受危险的 那我们现在归中南山吗 放屁 当然不能回了 为今之计 走一步看一步 看他能帮我们怎么样 走 两位客官 这边请这边请 来来来 坐这儿坐这儿坐这儿 小二 上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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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官您要点什么 把你们客栈里拿手的菜 赶紧给我上来几个 好嘞 再加一壶茶 行嘞 师兄 我们着急赶路 还来这里干什么 你脑子坏了 来客栈干什么 吃饭啊 赶路不吃饭啊 我已经一天一夜没有吃饭了 我告诉你 在那个小妖人追来之前 我也要做一个饱死鬼 师兄 鬼鬼祟祟干什么 看那边 金轮国士 他们怎么会在这儿啊 他们未必认出我们 别说谎 尽管其变 师父在那儿了 师父 师父 您没事吧 自从襄阳一别 您是音讯全无啊 可是急死我了 我跟师弟非常想念您哪 是啊 师父 您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看您这脸色啊 师父 与你莫兴 遭到了李莫愁的暗算 中了兵破银针之毒 现在毒势被逼出来了 所以 飞阁传书召你们来 见我 又是个用暗器的贱人 等我下次见到他 一定将他碎尸万段 给师父出口恶气 对 碎尸万段 过去的事情 就不要再说了 我们马上去见四王爷 好 这几个蒙古人跑到这里来 肯定没什么好事 你管他们有好事没好事 反正不关我的事 赶紧走 六折大吉 苦苦 朕能慢慢发现我们 等等 我们刚才说的话 想必二位都听见了 要不坐下来谈谈如何 师父 这二位正是全真教的道士 王子 大师 若能笼络上全真教 为蒙古效力 实实其功一见 二位是全真教的高手 贫僧想请二位喝杯茶 如何 大师太客气了 本来我们是想喝茶来着 有事 我和师弟还有赶路 请坐 请坐 二位道长 遵兴大名啊 小道赵志敬 我师弟 我师弟 甄志炳 哦 贵教的邱楚基 邱道长 当年去蒙古做过客 后来随成吉思汗西行 随我大汗讲道 不知二位当年可跟随过 小道是没那个福气啊 他去过 郑道长 你觉得忽必烈王爷 怎么样啊 没见过 忽必烈王爷 是拖雷四王爷的四公子 仁德宽厚 郡中人人喜欢 我正要去见他 如果二位有什么事情的话 可以随同我一起去 如何 大师啊 我们俩身份低位 如何见得了四王子 四王子乃当世人杰 李贤下世 二位不能不见了 好啊 那我们就随大师前去又如何 他是要我们以金龙国示威考生 以便逃过小龙女的追杀 来 走吧 客官里边请 来 走 客官 您这边坐吧 绝情谷的新娘子 你好啊 师父 是小龙女 怎么没见杨过跟她一起来啊 师父 虽然这个小龙女和杨过的双剑 何必非常厉害 但是论丹大毒斗 绝对不是师父的对手 不如我们趁此机会 铲除这个姓龙的女子 担他一人 当然好对付 但他何以竟敢如此大胆 坐在这儿丝毫没有畏惧之音 莫非杨过那小子在暗中埋伏 若是贸然出手 在这两个全真教道士面前 堕了威风 那可大大不妙 不急 汉肯再说 龙姑娘 千错万错 凑在治丙一日 龙姑娘要杀要狂 朕治丙绝无怨言 只希望龙姑娘 能够放过我师兄 若龙姑娘 若龙姑娘 实在不屑动手 贫道自行了断 道家人讲修心仰气 朕道长背道而驰 蓄意求死 有违散情之道 师父说得对 朕道长 你到底和这位龙姑娘 结下了什么冤仇 必须要以死 来谢罪证明呢 朕治丙一心求死 请不必多言 朕道长 常言道 旧人一命 胜造七级浮屠 我本出家之人 岂能见死不救 龙姑娘 龙姑娘 杨过呢 她不是一直跟你 形影不离吗 孤儿现在 应该跟郭姑娘在一起 我生平纵合无敌 来到中原 却接连败在小龙女 和杨过那小子的 双剑合璧之下 今日她落单 我何不将她毙了 她便有帮手赶到 也已不及救援 此女一死 世间便无人再能止过 看来今天贫僧 只能代表全真教出手了 来平息你们之间的恩怨 反正没有了过 我也不想活了 你要动手就动手吧 贫僧就不相信 龙姑娘坐着 都能赢得了我 小龙女 小龙女 是不是你啊 小龙女 糟糕 若知她的帮手 这么快就来了 我早该下出 师父 师父 您快出去看看吧 是王爷的集 师父 是王爷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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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今天 只能放过小龙女了 小龙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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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是你啊 小龙女你知不知道 我找你找的好辛苦 有一件事情 我一直想问问你 你到底后来有没有 嫁给那个老婆 休公孙芝啊 没有 没嫁就对了吧 他问老嫁给他干什么呀 太好了 拜见师叔祖 我跟小龙女正说话呢 我认识你们吗 滚开 是 小龙女 有件事情 我就好好问问你 你到底有没有长大 喂 周普通 那么大上干嘛 吓着小龙女了 哎 哎 大和尚 好有缘分哪 哇 大和尚 我好想你啊 抱一抱 喂 哇 天珠来的小矮子 哎呀 天珠来的小矮子 你腿怎么断了 中毒了 我就砍了 哦 你怎么厉害啊 那你可一定要砍浩宁的手 千万不要再中毒了 如果再中毒砍了的话 那就不好玩了吗 嘿嘿嘿 嘿嘿嘿 周普通 嗯 你怎么在王爷的马车里 那王爷呢 你说这马车呀 嗯 我偷打 大和尚 再过去三四十里呢 就是你们王爷的王丈了 嘿嘿 大和尚 千万别说我不把你当朋友 我告诉你还是不取为妙 为什么 因为你们王爷很生气 我怕你取了之后 你的光头不薄啊 王爷为什么会生气呢 嘿嘿嘿 你想啊 你们王爷的王岐 都已经被我给偷来了 你说他能不打了脾气吗 嗯 你偷王岐干什么 嘿嘿嘿 你知道国庆吗 知道 你 哎哎哎哎小龙娘 来来来来坐一下 别累着了 嘿嘿嘿嘿 嗯 他呢是我的结义兄弟 哦时间过得好快 我们兄弟俩有二十年没有见面了 所以我好想念他 我听说他在襄阳城里 跟蒙古人打架 我就想 偷了你们王爷的王岐 那也算算不大礼了 对不对 糟糕 襄阳城攻打不下 连王岐也被敌人偷走了 这脸可丢大了 非得想个办法 叫王岐夺骨骨骨骨骨 小龙女啊 你怎么一直好像闷闷不乐似的 心情不好啊 喂大光头 你说我把王岐给他 他会不会高兴点呢 大胆周伯通 你偷了王爷的王岐 不怕被杀头吗 啊 谁家小狗在骂人哪 怎么这么快就生气了 周伯通 你大言不惭 小心小王揪光你的胡子 哎呀 想打架是吧 我周伯通最喜欢打架了 一块上吧 嗯 嗯 哦 师父 师父 无耻之徒 我是不会跟你动手的 你尽管来吧 我绝不还手 嗯 大和尚 你敢说我是无耻之徒 你想想啊 啊 你趁这贫僧不在军营 碰了王岐 岂不可耻 周伯通 你是太不要脸了 嘿嘿嘿嘿 大和尚 你到底是不是我的对手 咱们俩打一架就知道了 你这也太无耻了 我不跟你动手 因为我的拳头是有骨气的 哼 如果这打在你的头上 那我这拳头 就会臭个三年五载 那个臭味都退不下去啊 大和尚 你说怎样 哼 这样 你把那王岐呀还给我 嗯 然后 不管白天黑夜 你再去偷 哼 如果你还能偷到手的话 哼 你是大大的英雄 结账了 走啊 哼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嗯 大和尚 那今天晚上 我就来偷你的王岐了 但是你一定要答应我一个条件 就是你一定要小心看好你的王岐 但是呢不管你要多小心 我呢一定会得手 就怕你不敢来 嘿嘿嘿嘿 小龙女啊 再次拜见师叔祖 没看见我正在跟小龙女说话吗 啊 你们俩这是全城下的 回师叔祖 千真万确呀 师叔祖 徒孙赵志敬 徒孙真治病 全真假的心有鼻子 真是一代不如一代 连叔的弟子都这么差劲了 哎 越来越差劲 你 嗯 小龙女你跟他很熟吗 嗯 嗯 哎 哎 小龙女你是不是在这里不开心哪 要不我们换个地方玩吧 啊 哎哎哎 走了走了走了 嘿嘿嘿嘿嘿 我带你去偷王岐 哈哈哈哈 嘿嘿嘿嘿 师叔祖 嘿嘿嘿嘿 干什么呀 啊 干什么呀 你还想跟他双醉双废啊 啊 你的小龙女被师叔祖带走了 多好的事啊 走 走吧你 别做梦 跟我走 哎 二位道长 嗯 国师 贫僧有一事向上 请二位 茶楼一座 告辞 胡说八道 我们和国师 原本就是有约的 国师请 嘿嘿嘿嘿 嘿嘿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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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官 您的菜 慢用啊 走啊 二位这次得罪了小龙女 况且你们的师叔祖 跟小龙女关系尚好 恐怕这次二位 兄多吉少啊 话虽如此 我们师兄弟呢 是打不过小龙女 但是贫道依稀记的 好像大师也曾败于小龙女之手吧 对吧师弟 师弟 武林大会上是不是 还失去了武林盟主之位呢 他与杨国的双剑合璧 确实厉害 不过现如今 小龙女只身一人 贫僧想取其性命 却也不难 大师说笑了 大师 贫道承认大师 固然是武功盖世 气壮山河 但是现在小龙女 并非一人哪 他跟我师叔祖周伯通在一块 单单是我师叔祖一人 大师你都胆 不见得是他对手 再加上一个小龙女 大师你说笑了 赵之敬 你这么说 无非就是想借我师父之手 来除掉小龙女 为你二人解围吧 王子也说笑了啊 贫道只是实话实说呀 这江湖上人人都知道 大师曾败于小龙女之手 这在江湖上 是妇孺皆知的事情了 贫僧修行了几十年 还不至于 因为你的这一两句话 而被激怒 小龙女想取你们的性命 也不是男士 不如这样 二位跟随贫僧 我可以好好地保护二位 多谢大师 贫僧 真正禀无惧于死 不需要他人庇护 既然如此 贫僧告辞 请 这 这 你脑子坏掉了 大师留步 大师留步 大师 我那师弟有点痴傻 说话不算数的 大师 我们师兄弟来到此地 人生地不熟的 就得需要大师的帮忙啊 更何况 我听说蒙古四王爷 他就在旁边 反请大师印鉴 好说 世间之上的事 就是山不转水转 以后说不定贫僧 还有一些事 要劳烦于你的 大师尽管放心 大师但凡有所吩咐 贫道 必会全力以赴 好 好 王岐能够失而复得 全靠国师之力 应济一功 王爷德高望重 天僧何功之忧 王岐 乃是我蒙古大军的旗帜 若落入郭靖之手 不但蒙古大军 君威荡然无存 就连本小王 也面目无光 国师 你真是小王的得力助手 多谢王爷夸奖 贫僧给王爷 介绍两位得道之事 这位就是全真教第三代首席大弟子 甄智禀 真道长 将来全真教首席长教的位置 非他莫属 真道长 有礼了 这位是赵智禀 赵道长 教中的高手 也是不可多得的人才 赵道长 有礼了 王爷有礼 贫道愧不敢当啊 赵道长实在太客气了 本王一向求财若渴 如果能得到贵派相助 那统一大业 将必指日可待了 我全真教乃名门正派忠义之事 怎么可能投靠外族 侵略自己的河山 残害自己百姓 大师 我这个师弟 他平时就是个粗人 酗酒乱性啊 一旦喝了酒 他就胡说八道 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王爷大人大量 定当不会与此等人事计较 太寒 太寒啊 二位道长严重了 今天只谈风月 不谈战事 来 我敬二位一杯 好 王爷 师弟 快快快 你还生气 你发什么轴劲呢 刚才 人家是忽必烈王爷 是蒙古王爷 身份无比尊贵 人家盛情款待咱们 你倒不领情还出言不逊 我告诉你啊 幸亏人家王爷心胸开阔 不然你就人头落地 你知不知道 赵世青 你是全真教第三代弟子 如今你向蒙古人鼎礼膜拜 你还真给全真教证功啊 你混蛋 郑志平 我还没说你呢 你才是我全真教的大败类 我告诉你 就凭你奸巫小龙女那一条 让各位师叔师伯她们知道 你知道她们会怎么样 她们会 她们会 急眼了是吧 脑羞成怒了是不是 你说得对 其实事到如今 我还真的应该回中南山 现场调请罪 你脑子进水了 你脑子被滴踢了 你 你请什么罪啊 予其这样每天 受良心的责备 倒不如早点 向长家坦白一切 等候她的处置 没什么别的处置 就是一刀死罪 人固有一死 赵世兄 如今蒙古人 请我山河 杀我百姓 可是 而你却在这里投靠他们 去去去去 你有何言命 去去去 你去 赵世青 赵世青 你还是早日回头 跟我回中南山去吧 回个屁眼 你回 怎么回啊 就你那小妖女 整体阴魂不散地 跟在我们后面 你信不信 我们前脚出了大帐门 他后脚就冲过来 把我们给杀了 蒙古大营最安全 这里有金伦国师 在保护中 混账 你我是全真教弟子 我全真教 是中土正宗 怎么可能向外族投靠 怎么可能 你 这 怎么是投靠呢 顶多就是相互利用 懂不懂 你懂不懂 师兄的苦心 好 相互利用是吧 那我就不勉强了 赵世青 好自为之 赵世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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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位大侠请留步 走 别别别 两位大侠 金伦国师有请 好好好 最后问你一句 走还是不走 走走走 走肯定是要走的 但是你看 现在天色已晚 歇一晚上 就歇一晚上 明天早上 我们肯定走 好不好 大师有何见交啊 我看二位道长 也是一见如故啊 本来有很多话 想跟你们说 可是你这个师弟他 大师 你千万不要跟他计较 我这个师弟啊 他性格有些阴柔 心胸有些狭隘 大师万万海涵 常言道 不看僧面看佛面 还是赵道长 有远见来 不像你那个师弟 大师 过奖了